我所有的东西都是篮球给我的 我的家庭 我的经济 我的所有的一切东西都是篮球给我的 所以篮球是给我带来一切的 然后也是给我带来快乐的 然后我希望打球有一个目标 是希望给你带来快乐 还是希望给你改变你的命运 所以想简单一点 就快乐地去打了球 肖北莫里斯 莫里斯往内线光 投篮 说出气 但是目标 飞队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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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 102比101 战胜了辽定队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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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 只有没有这个室内篮球场 都是室外的 我进去那时候我都会早上五点起来去玩 去玩 那时候也就是玩小的时候 然后就是在学校也是偶尔的 当我在进入我们的体校实习校的时候 才真正的技术篮球 然后慢慢的走向了这个 因为我一直就想打职业 从小的时候那时候看麦迪 看朱芳宇 他们打球 我就想我也想去打CV 因为可能内心当中给了一个自己的目标 一个梦想 所以还是朝着目标 梦想一直来努力 那时候就真的就是想打球 然后能上场 好 我这段时间 印象我今年第九个赛季了 我每次跟我老婆讲 我弟已经第九个赛季了 她说你打了有那么多了吗 她每个赛季都在陪伴我 但是她不知道我已经打了第九个赛季 所以一转眼时间过得很快 我从第一赛季重重往路 然后拿到第一冠军 真的已经过去九年了 八年都九年的时间了 其实不太去想那些事情 因为确实太难忘了 我们上半段其实在没有受伤的球员情况下 我们打的还是OK的 我们一度能够打到前三名 对 没办法 球队的伤病确实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我们有主力的中锋 有主力的空位 我们有很多人都受伤 对 所以这个情况不能避免 所以我们尽快能够在这种困难情况下 能够找到我们解决困难的办法 也同时也希望他们这些上员尽快的康复回到球队 然后因为我们非常需要他们 虽然我伤病其实是脚踝膝盖都有一些问题 但是好在我能继续打 对 所以能坚持还是坚持 我们一直都是一个要争前四 然后冲击冠军的一个态度 我们希望我们是一支能够有实力争冠的一支球队 加入豪哥来之后 然后我们有两个大的外援 我们的配置确实是不错的配置 虽然我们有顶级的国内球星 但是我们有非常努力的球员队友 所以我觉得我们是有机会的 我们球队一直在努力 然后我们的管理层 我们都在一直努力的 希望能重回巅峰 所以以前是美好的回忆 也是历史 然后我们现在也是继续努力 然后吵着之前的这种目标 冠军的目标 像之前的历史去努力 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够实现 我觉得十年前的自己 还是挺坚定的 因为那时候给自己一句话 我觉得还是挺爷们的 没有放弃 没有就是遇到什么样的挫折 都没有放弃 一直在坚持 就算受伤什么都是在坚持 我也用这样的话来回复他们 如果没有这么多伤病 我也不会达到现在 如果我没有那么多的坚持自己的这种 那种想法 可能我之前不坚持 就可能到不了现在的位置 所以我能到现在的位置 所以全是用我的身体 我的所有一切去拼来的 所以我觉得还是感谢我那时候的坚持 哎呀 这写了 感谢坚持 我就来个加一吧 对吧 加一 这小子行吗 这小子行啊 长大后我就成了 卡是个坚持 这已经首歌了二次 哈哈 大家好 我是翟小川 病毒无情 大爱无相 希望我们大家做好个人防护 接受共同难关 已经能获得这场疫情抗击战的全面胜利 中国加油 武汉加油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